接下來清洗我們的黃豆粉樣品 因為我們稍後要打花生的產品 我先把這些黃豆粉留著 接下來我們可以用一般我們的水龍頭 把我們的樣品做一個清洗 這是純黃豆粉所以沒有一些鹽巴或者像草油的花生 我們直接用刷子刷完之後 再用酒精清洗 按照廠商的建議我們用酒精清洗 我們稍後再刷我們的底盤 我們就拿這小刷子把一些縫隙加以刷洗 那之前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酒精清洗呢 我們請教過廠商 假設我們原來的器皿裡面殘留有前一批樣本的黃豆毒素的時候 如果不洗乾淨很容易影響下一批 萬一下一批是正常的 居然會被我們的小菌質機給污染到 所以廠商建議我們使用70%或75%的酒精加以清洗 好那目前我們已經大略洗完 開始加入我們的酒精 那因為我們的結構特殊 所以我們是把蓋子先朝上 到適量的酒精 把我們的菌質機組合之後 再拿到果汁機攪打 就完成了清洗的動作 是的 謝謝 謝謝 謝謝